今早首先要恭喜勇士隊 拿了NBA總冠軍 藍球來說,我每年大概是看5-10場的NBA比賽 我只是看NBA All-Star Game 基本上都會看NBA All-Star Weekend 另外就是看東西岸決賽 起碼去到第四場或者第五場 我見到某隊球隊已經贏到第三場 我才會開始看 當然同樣也會看NBA的Finals 你不需要問我NBA的問題 基本上個人是回答你不到 因為我也是不熟,沒有看開,沒有跟開 如果我是強行斑門弄斧的話 相信很快我就會喪失了很多的亭蟲 我絕對不會這樣做,那麼愚蠢 但是說到運動的理論來說 其實籃球和足球都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支點和插入 很多叫做Inside-Out的打法 其實就是足球的支點 你傳進去就是顏色地帶的中鋒那裡 然後再回傳給左兩邊 或者出回來是射個三分 亦都可以插入去 我們經常見到以前就是爵士隊卡爾馬龍 打一個就是Inside-Out的戰術 給了他背著對手的後防球員 然後史托頓那些人就衝進去 外面也有個選擇就是看牙石死光槍 唯一跟足球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們不需要停球的球員 因為支點也做了停球 為什麼呢? 因為藍球你撐住球就停了 跟足球不同 足球真的要很高技術才可以停到球 但是藍球呢 任何人都可以停到球 只要你有少少身位 不過近期NBA的打法越來越快速 很多內匯球也都所說的 那些叫做真對攻或者叫做假對攻的局面 中鋒越來越不重要 變得就是打一些小球多了很多 這方面可以理解的 因為打小球來講呢 是精彩一點 還有呢 因為出現了勇士那幫掃三分的人 他們帶了上去一射就入了 那就是說很快又會打回頭 那搞下搞下 有時如果不進的話 又會打回頭 就變成這樣了 那結果呢 半場陣地的主攻就少了很多 那這個也是近期藍球 因為某些球員的能力的轉化 而有了一個就是打法上的變化 那但是估物論那個脈絡是怎樣呢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那所以呢 我最後都是講回足球啦 之前呢 就答應過大家 今天是講回轉會消息的 那今天第一單的轉會我要講的呢 就是萬聯終於簽了新的中堅球員 那上一季萬聯的中堅位置呢 整天都有空缺的啊 那就是有球員的受傷啦 那加上白連達做這個剃功的話呢 就不斷犯了中堅不應該犯那些錯誤 那摩連盧又繼續救病呢 使摩連同飛爾中斯不夠勇敢 一句講完啦 藉口 只不過是覺得他們實力不夠而已 那現在呢 就終於簽了 那就是賓菲嘉的瑞典中堅連達路夫 那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中堅來講呢 整個球壇無論法甲啊 蒲超啊 德甲啊 義甲啊 其實都有很多球員呢 是被豪門去選擇的 那我覺得人才呢 是不法的 那基本上呢 應該是可以找到心儀的對象 那但是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球員叫做都還未出了名 那但是 就是已經去到30M這個價錢 那講十年前 十幾年前 這些球員其實不過10M的 現在都講要30M了 那這個呢 亦都是近年那些豪門面對的問題來的 就是你遮得到頭 找到個人呢 又遮不到尾的了 找不到後備的球員 或者找不到後衛的球員 那這些情況呢 其實都會出現在 我待會會講的那個主角球隊 利物浦身上的啊 那另一單呢 就是大新聞啊 那就是AC華 葡萄牙的前鋒呢 就轉會AC米蘭啊 那也都講到呢 就說這個巴卡可能要走呢 那講到今年呢 其實有很多的前鋒球員呢 是講的會轉會的 包括就是 是DC啦 哥斯拉 迪亞高 哥斯達 盧卡古 現在的是AC華 另外就是拖連盧的 比樂提 還有呢 就是摩拉達的 那以上提及的這一班前鋒球員呢 就是這個轉會槍裡面 各個豪門所爭相搶奪的對象 那講到最似層層的就是莫過於盧卡古啦 但是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確實的消息呢 我相信哥斯拉在那裡不斷罵離隊呢 就形成了這一單交易的其中一個壓力 那個理由就是因為呢 車路士就沒有了哥斯拉的話呢 他們急需要找前鋒 那我相信愛華頓就在這一刻呢 就是坐地起駕的 那所以呢 現在可能還在爭論那幾十M的問題 那另外呢就是摩拉達 那也都在說呢 就說去孟聯啦 那相信盧卡古就去車路士啦 那孟聯當然目標呢 就是這個呢就是摩拉達 那摩拉達的價呢 可能會不是那麽硬正的 可能會減價的 很大的理由呢 就因爲 A.C.華就去了A.C.米蘭 而孟聯就一直跟A.C.米蘭就爭著摩拉達 那隨著呢就是A.C.米蘭找到他們的心儀對象的話呢 那摩拉達相信呢 爭奪目標的球都會少了 那看下孟聯會不會在這一刻呢 就是可以是把握到的機會 就是找到摩拉達呢 那那講回A.C.華 這個球員其實是一個支點的球員 有異傳能力 也都有射門的能力 那斯朗也是盛讚這個人的 那講到A.C.米蘭 他們也都簽了就是和夫斯堡的左後位呢 就是洛迪古斯 那我覺得他們的大攪就一定的了 那但是你問我啊 我覺得呢 A.C.米蘭如果真的要升價的話呢 他們除了簽這些人之外呢 還要清了一些就是瘀血 就包括就是迪路菲奧 爲什麽我會這樣講呢 迪路菲奧是一個毒食怪呢 那如果A.C.米蘭是踢反擊呢 就OK的可以用它 那但是如果A.C.米蘭慢慢呢 要成為一隊強隊 在意大利裡面呢 是可以做到主攻的話呢 其實絕對要盡快清了一些呢 就是這些毒食怪這些黑洞球員 那其實呢 你找C.華是可以的 去做一些異傳 去做支點 那但是如果呢 迪路菲奧是要不斷自己去的話 其實是浪費了A.C.華的 那所以呢 我建議就是你大搞之餘呢 其實都是要清了呢 就是迪路菲奧這些球員 那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講一講 什麽球隊應該買什麽人 這個夏天的策略應該會是怎樣 那英超來說呢 我們已經講了曼聯 曼城 車路士 阿仙奴 那唯獨是呢 還未講的就是利物浦和熱賜的 那利物浦講到他們的轉會策略呢 其實令人最關心的一定就是古天奴的問題 那這個一個很正確的想法 因為古天奴的去留呢 絕對是影響了利物浦的整體實力先 這個是第一點 而第二點的就是如果他走了的話 究竟利物浦還有沒有能力去找一些類似實力的人 進回來呢 其實近年的轉會槍呢 我們可以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當你賣走了一個球星之後 雖然你找到一筆很可觀的轉會費 那但是呢 你再去找一些人去填補空缺 或者你以一換三四都好呢 那個情況就是絕大部分球隊呢 都是保持不了實力 反而更差了一些 為什麽會這樣呢 就以利物浦之前賣蘇爾雷斯為例呢 那你賣了衰亞雷斯 那基本上你找到大概是80M左右 但是他們找回來的三至四個人 其實實力呢 是差得很遠的 為什麽會這樣呢 其實近這十年來講 那些富豪球隊那個財力呢 基本上他們上升的理由只不過是通脹 基本上能力來講呢 可能不會說有太大的升幅 那但是有錢的球隊呢 就多了很多間 包括是曼城啊 巴黎啊 那這些突然間有油王啊 有財團入主的球隊呢 就會令到呢 在轉會市場上面呢 多了很多競爭啊 那今年也都出現了呢 就是中資的AC米蘭 那結果搶人的球隊多了 球員的身價就會搶高了 那所以啊 最頂的是球員呢 其實都過不了一百M左右呢 好一點點 有些實力的球員呢 已經是講緊大概是四十至六十的了 那就是說 其實你賣了個九十的 你大概只可以換一個呢 就是六十M有實力的球員回來 那你剩下的三十M呢 你又要用來做營運呢 那十多二十M其實就不是怎麼買到人的 那所以都是以一換一 那以前那些歌仔唱呢 就好像斯丹轉了會之後 馬上就換來為特啊 那些球員回來啊 杜琳啊那些呢 沒有什麼可能的了 那所以 如果那個球星真的想走 沒有計 那如果那個球星 其實都不是說一定要走的話呢 作為高譜呢 其實可以呢 是向這個古天奴推銷一樣東西 就是其實利物浦呢 是有野心的啊 而且呢 我們下年是有打歐聯 那你如果想打歐聯的話呢 其實你留下來就沒有什麼吃虧的 那所以呢 你必須要向這些球星推銷 就是球隊在這個轉會市場上面呢 是會有所動作 是會顯現到那個野心出來 那但是這一樣東西呢 暫時在利物浦這一隊球隊上面 又不是很看到 那作為利物浦的球迷來說 的確是挺擔心的啊 我們已經看到曼城有動作了 曼聯雖然還沒有很多的動作出現 但是其實已經是全民多羅羅 那阿仙奴都已經呢 就是找到左閘 那但是利物浦來說呢 就只是找到一些年輕人而已啊 還沒有一些很耀眼的球員 一加盟的話可以令到整體實力立刻提升的 啊 全民都不是太過多 那之前呢 講過就是修咸頓的荷蘭中堅雲迪即刻呢 他們已經即刻呢 啊 就道歉說 沒有興趣了 不買了 那這樣東西呢 其實就是公關東西來的而已 就是盡快平息這件事 就不要等這個 是傳媒炒得它太過大 就等到這個竹種呢 做事就不會做得太過快 就不會罰得他們那麼嚴重 那樣啦 那又沒有這個選擇之後 利物浦何去何從呢 那從他們的班底呢 我們可以預料到如果這個班底不變 啊 他們要打歐聯兼甲打這個是英超 而且呢 他們的打法依然是好像上季那樣呢 是打box to box 高速來回球啊 體能啊 受傷的情況一定是會繼續嚴重下去的 雙線作戰的話呢 基本上呢 你即使僥倖呢 是以刺明姿態進入16強 在歐聯上面呢 都差不多要走的了 那反過來 你有了歐洲賽拖累的話呢 你聯賽 你跌入去第5第6是不出奇的 因為我們去到這個球季啦 1617啦 去到尾段呢 我們已經見到利物浦的情況呢 是出了事了 在主攻的情況呢 是老鼠拉桂 班底不足夠 受傷的球員沒有剃補 啊 兼甲對手呢 就熟了路了 知道你利物浦最厲害呢 都是反擊 box to box 來回高速球 那我就縮後死手 你就老鼠拉桂的了 那所以呢 其實利物浦絕對需要在班底上面呢 是有大幅度的提升 那去到下一年呢 才會見到儲光出來的 那但是講到要班底大幅度提升 當然就是要有錢啦 而他們的位置上面 要增添人手呢 都是幾多的 好像門將方面呢 其實他們已經是講過很多次 要找一個頂級門將啦 那中堅呢 他們是在找人的 那但是暫時抓了招 不是那麼好運 那左後衛來講呢 我覺得必須要填補呢 就是詹史米蘭年紀漸大 不可以長期呢 就是做這個替工的位置 而如果找到左閘的話呢 其實詹史米蘭可以上去踢中場 那也都會令到中場的班底呢 是稍稍提升啦 那如果古天路是留下當然的好事呢 如果他留下呢 當然呢 就是用他作為重心去組建球隊呢 那他作為進攻中場呢 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前場的位置 其實有沙特奧文尼 拉拿拿這些人呢 基本上都叫做是可以啊 那費明盧其實都可以給他機會的 那但是在一個正選陣容裏面 沒有問題 不代表這個後備陣容沒有問題的 那蕭烈製是一個OK啦 叫做第12人的球員 那但是你再講下去的話呢 其實奧烈製已經叫做是不義之損了 那再講下去啊 就是安利簡恩 那基本上已經講完數完 那既然利物浦的後備班底呢 如果他們的實力是這麼差的話呢 他們必須要呢 就是急急腳這樣呢 去買回大概是三至四個 是有能力 有提升空間 潛質是優厚的 是新人回來的 那加上啊 正選門將和正選中堅左閘都要買人 那我們很清楚就會知道呢 要買的人 其實已經用了你這個夏天的轉會費了 那所以呢 如果利物浦他用了整筆轉會費去買一個球星的話呢 就將會幫不到球隊的 因為其他的位置太過弱 那不如這一年的策略呢 就真是封口那個班底 各個位置呢 都起碼呢 找到人回來呢 是做替補 或者呢 在正選的後防球員和門將上面呢 是找到人充當啦 而接下來這一季一七至一八年的球季呢 利物浦那個策略呢 只需要拿到前四 keep到歐聯席位 兼顧呢 在歐聯呢 過到分組賽 去到淘汰賽的話呢 其實已經是叫做呢 是達了目標的了 因為呢 他們是要繼續重組下去的 你keep到下季有歐洲賽資格 那就是說呢 去到下一季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呢 就是簽大球星啦 因為你各個位置已經穩妥了下來 不需要再考慮不同位置上面的填補 那麼去到下一年呢 你就真是可以買一個呢 就是頂級的是前鋒啊 或者呢 就是頂級的是中場球員啊 去組織他們的是主攻陣容 否則的話呢 如果今季是貿貿然買了一個球星 但是失了一個呢 就是歐聯席位的話呢 那他們都是要賣出去的 那賣了個球星之後呢 那你也都買不回一些好球員 因為你不能打歐聯 沒有吸引力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步上了阿仙奴的步伐的了 那這個情況呢 當然大家都是不想見得到的呢 那至於我的建議有什麼人呢 那其實可以想一想呢 就是李斯特城的蘇米糕啊 那看看曼聯呢 是不是真的將迪基亞呢 作為交換籌碼呢 就是換摩拉達 如果曼聯呢 是沒有了迪基亞的話 可能會加入戰團呢 去搶蘇米糕 那如果呢 那等這個呢 就是曼聯 簽完摩拉達之後 沒有了迪基亞 才開始追逐蘇米糕的話呢 利物浦去簽蘇米糕那個價格呢 是會提高了的 搶貴了的 那所以呢 不如盡快呢 就在策略性上面呢 就去搶蘇米糕 那但是如果搶不到蘇米糕的話 還有些什麼選擇呢 都還有的 其實祖夏特呢 就已經被曼城放棄了嘛 那利物浦其實可以在這個時候呢 嘗試承虛而入的 那講到左後衛呢 我整天都建議呢 就是這些頂級大球會呢 是想一想 就是狼寶和夫斯寶的瑞士 左後衛諾特股斯的 不過很可惜啦 被AC搶走了啦 那在英超裏面呢 其實選擇都是有的 那如果曼城這個夏天呢 是找到一些左後衛去填補他們的位置的話呢 可能機智就會 是喪失了那個正選的位置 那機智其實近期那個進步呢 我見到是可以的 那利物浦其實可以呢 就是考慮一下曼城的機智呢 而如果機智真的不會走的話呢 其實英超的其他球隊的選擇都是多啦 那修咸頓的貝查特 是一個OK 有級數的球員 是可以踢利物浦的啦 那另外呢就是 韋斯咸的卡士維 都是一個呢 年輕有為的人 而其實 其實富士斯呢 在李城成績不是很穩定的時候呢 他的表現都不錯的 後備力量來講呢 我最希望他們就是 簽到一些高速的球員 可以做六頁負責插入的 做沙特紋尼的後備 或者做拉蘭娜的後備 那這些人呢其實也都不乏呢 是在一些中型班的英超球隊裡面的 正選位置上面是可以找得到的 那總括而言呢 我最希望的就是 利物浦這個夏天呢 起碼簽到五個球員 那包括就是一個中堅 左後衛和門將 其實如果簽到這三個人呢 那也就是說 現在他們利物浦的中堅 和左後衛的球員 也都會變成後備球員 那就是後備球員呢 由本來只有三個 就變成了 就多了兩個 就五個了 那屈指一算呢 你再簽多兩個呢 是逆風 那你一數呢 就會知道 你的後備就會變成有七個人 你就有足夠的板凳深度呢 是去run這一屆的 是英超和歐聯了 也都可以很正面很樂觀的這樣呢 就是去追逐我所說的那個目標 補到那個前四的位置 和去到歐聯的淘汰戰的位置 那基本上做到這個目標的話呢 去到18至19年那個球季呢 利物浦就真真正正是可以抬頭 再找到一至兩個球星回來 就真是可以嘗試一下問鼎 英超冠軍了